我跟丸子头顶着黑夜带来的恐惧,一路跌跌撞撞地穿出了旧房区,打车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半,让我意外的是,小六居然还没有睡,他点着灯,坐在床边打着瞌睡,见我回来很是兴奋地问我去了哪儿,十分担心之类的淋淋重重。 我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着,小六见我这样,没再唠叨,从枕头下抽出来一封信,递给我说,你的信,说吧,便钻进被窝倒头就睡,上初高中那会儿,电子设备不发达,还跟人有过书信来往,毕业的十多年从没写过信,是谁呢? 信封外正中间,用黑色探数笔写着,礼要亲戚四个大字,除此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写信人的资料。 我疑惑不解地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读了起来。 兄弟,自从上次见面已过数月,过得还好吗? 我这段日子可没限着,你这趟十三路车,我给你查了个明明白白,正如你开车以来,经历所见,好多现象都无法用科学解释,我们不得不相信,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真的有鬼。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六叔吗? 他确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透了。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唐蛙子村考证。 所有有关六叔的言论和人脉,你千万都不要信。 因为十年前的三起车祸,全都是由他而起。 这末班车就是一个死亡诅咒,不要再继续开了,赶紧走,能走多远,走多远。 这封信,我看得莫名其妙,上来就跟我称兄道弟,好像还对我的事儿很是了解。 我把信读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直到看到了信纸右下角的落款,吓得我直接就把信给扔了。 那里公正地写着一行小字,见字如面,唐显生亲笔,老唐,老唐写的信。 我感觉我的脑袋彻底不够用了,人死如灯灭,十年前的老唐做了鬼,还能写信。 我盯着被我丢在地上的信纸愣愣地出神,我吻了吻情绪。 第一判断,这信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有人假借老唐的口吻,写了这封信。 信中的内容无非就是两点,第一,不要相信六叔的人,第二,不要开车了,赶紧走,但是这些点都跟我现在的认知不同。 老刘和六叔都告诉过我,车子的诅咒还在,我走了就是个死。 这一系列的事情让我隐约感到,我在冥冥之中正在被人安排,被人利用,被人圈套,被人引着走。 虽然现在好多事情始末搞不清楚,但是我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十年前的三起车祸。 查,必须得查。 我打定主意后,便上床睡觉了。 天亮醒来,我赶紧约上丸子头,和他一起再去那家跑了灵车的殡仪馆。 王师傅的尸体绝对不是自己跑出去的,那辆灵车更不是尸体开走的,这里边有问题。 殡仪馆的老头看见我们又回来了,貌似很出人意料,这一次再没了上次的热情。 冷言冷语地把我们当成了透明人。 我开门见山地说,大爷,你有事瞒我们? 王师傅的尸体那天根本就不是自己跑出去的吧? 老头闻言一愣,支支吾吾地说。 咋不是呢? 那尸体不就是在你俩眼皮的底下没的吗? 丸子头听我这一问,也是一愣。 兄弟,你啥意思? 你怀疑王师傅尸体不是自己跑的,那咋没的呀? 说不准中间有什么门道,你得问他。 丸子头的眼珠立马就瞪了起来,一手把老头拎到了眼前,怒道。 你这老家伙玩我呢?到底咋回事?啊? 老头被丸子头吓了一跳,说话更刻把了。 没,没,不关我的事啊。 我见老头腰间别着钥匙,一把扯过来,招呼丸子头去那停尸房看一眼。 到了停尸房,再次找到了王师傅当时的尸体冷藏柜。 我拽出尸床,不禁一愣,王师傅的尸体居然完好无损地躺在尸床上。 丸子头见到这一幕,惊讶地看着我说, 这尸体咋又回来了?自己回来呢? 我伸出手,在尸床周围摸索,突然发现这尸床周围居然有个暗门。 尸体一定是在停电那会儿被老头启动机关,翻转在了床下。 这么说来,当时短暂的停电就是精心设置好的一步。 丸子头也看明白了,把老头拎起来,张嘴骂道。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老头被吓得哆哆嗦含糊不清。 老头还没说完,丸子头的电话就响了。 丸子头接过电话,兴奋地向我喊道, 汤瑶说白帆醒了。 我闻言一惊,内心兴奋无比, 嘱咐丸子头先盯着老头,赶紧回医院探望白帆。 进了病房,我还真看到白帆兢兢身身地坐在了床上, 床边还站着汤瑶跟老刘。 原来是老刘回来了,我随便跟老刘打个招呼赶紧去看白帆。 白帆见到我也是很高兴,一个劲地说自己没啥事叫他不用担心。 半仗,我又想起了什么,祝福道。 对了,我前几天晚上去你们公司找你, 看见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同事,不像是个好人, 你一定要离他远点。 白帆不提这茬,我倒是忘了,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报复白帆的罪魁祸首。 随问道,那你跟我说说, 他长什么样子,个子跟你差不多, 身材偏瘦,四十多岁的年纪, 鼻子旁边好像还有一颗黑痣。 白帆说完,我眉头一皱,脑袋嗡的一下, 听他的描述,这不就是老唐吗? 昨晚收到老唐的信,还以为有人带笔作假。 如今白帆亲眼看到了老唐, 这事就错不了了,老唐回来了。 老唐自从上次消失,已过粤语, 这次突然出现,要去小二楼做什么? 我愣在一边怎么也想不明白, 白帆见状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李耀,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缓过神来, 朝他笑了笑,我不想再提老唐, 转眼看到了老刘。 显而易见,白帆苏醒肯定是老刘的功劳, 我拿了一个凳子给老刘坐下, 问他经过。 老刘冷眼盯着白帆, 缓缓说道, 我去找一个朋友帮忙, 别的,你就别问了。 老刘性格冷漠说一不二, 虽然我很想知道他说的这个朋友是何方神圣, 但看他的样子是不想说。 白帆这次遭遇, 虽说有惊无险, 但着实让我捏了一把冷汗。 从这几天发生的人扮鬼的情况来看, 我们身边好像有着一些什么人在暗地里捣乱。 本以为是白帆见到了贼, 所以遭到报复, 可这个人是老刘的话, 事又说不通了。 老刘是真鬼, 还是鬼鬼祟祟的鬼, 他怎么可能跟人同伙呢? 现在白帆没事了, 我这块心病算是去除了, 给白帆办理完出院手续, 我亲自打车送他回家, 路上想起了老刘的来信, 问他道, 哎,白帆, 六叔最近怎么样, 好久没见他了。 白帆听到六叔,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变化, 只是淡淡地回复道, 六叔他挺好的, 我前几天逛街, 还见到他来市里, 摆摊卖菜呢。 什么, 你确定见到六叔? 白帆见我情绪变化不禁一愣, 确定啊,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六叔来了? 哦, 没事。 老唐昨晚的信件内容, 我可以不相信, 但是六叔当年的死亡档案, 我可是在老吴第二份档案袋里亲眼所见, 白帆也是我最相信的人, 我不觉得他会骗我, 索性把我知道的实情都告诉了他。 白帆, 你听我说, 你别害怕, 六叔这个人, 其实已经死了, 白帆文言皱起了眉头,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是我昏迷这几天吗? 我摇摇头, 这十三路十年前出过三起车祸, 六叔早在当年的车祸就死了, 你再见到他, 就躲得远远的。 白帆瞪大着眼睛, 听我说完, 扑斥的笑出了声, 你别吓我了, 我还以为我昏迷这几天, 六叔出了意外呢? 六叔以前出车祸的事, 我也听说过, 还知道当时所有的乘客 包括司机都死了 但是 只有六叔一个人逃生了 什么 六叔在当年的车祸中逃生了 他没死 白帆这话 带给了我颠覆性的认知 那六叔的死亡档案 是怎么回事 白纸黑字加照片 可都印在上面呢 白帆看我心中 愁闷都摆在了脸上 紧接着说道 李奥 我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好好开车到处乱跑 不过我相信你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 对吧 白帆 我不跟你开玩笑 六叔当年逃生没死的事 你是听谁说的 准吗 白帆想也没想的就说道 准啊 我都说了六叔是看着我长大的 你要是不相信 就去我们唐蛙子村打听一下吗 去唐蛙子打听一下 这个建议倒是不错 白帆一个人的言辞 可能是被六叔蒙蔽 可是那一村的村民 断不会全部撒谎 我们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 把白帆送到家安顿下来后 我便回到了宿舍 前几天经历了灵车追尾鬼打墙 小六就坚持不让我再碰他的爱车 让我好好休息 我无奈的在宿舍里摆好酒菜 等小六下班喝点 十二点刚过 咚咚咚 寝室的门被敲响了 我这层楼里住的都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司机 他们的作息规律都是九十点钟就睡下了 这么晚了是谁来找我 我疑惑地开门一看 吓得我一哆嗦 刚要把门推上 这个人使劲硬是顶了进来 是老唐 我深吸一口气 他给我写信的意思就是不想露面 这怎么还找上门来了 难不成他是知道了白帆供出了他 老唐挤开门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又往走廊左右瞅了瞅 确定没有人看见便进了屋 你小子不认识我了 看见我还关门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低声说 老唐 你咋回来了 钱不够 我明天给你烧点 老唐闻言一愣 你他妈说什么呢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老唐把外套脱掉 搭在椅子上 一件桌子的韭菜 拿起筷子先吃了两口说道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给你透露了太多东西 被鬼盯上了 本来不想露面见你的 可是老唐我不能眼睁睁地 欠死不救 老唐这话挺有意思 这又是跟我兜什么犬子呢 那你说说 我为啥需要你救了 老唐喝了一口酒 小声地说道 给你的信你看了吧 我让你别相信六叔 你可倒好 跟那个姓白的姑娘 靠到一起去了 我心里早就做好了防线 老唐这个死鬼 他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可是这家伙 居然把白帆扯了进来 白帆 关他什么事 老唐闻言一皱眉 放下筷子 低声说道 六叔跟这个白姑娘的关系 可不一般 你想想 六叔死了多少年了 这丫头 会是什么好东西 这两个在合伙利用你呢 我的傻兄弟 他们利用我 老唐这话听得我心乱如麻 从六叔把刘云波 介绍给我后 我就断定 六叔不能再相信 说他利用我是有理有据 可是白帆只不过是跟六叔 做个邻居呀 老唐看我疑惑 补充说道 我这几个月来 暗地里也没少调查 昨天我才知道 你居然跟那个姓白的姑娘 在交往 给我吓的呀 这不冒着风险来通知你 我努力使自己沉住气 回问道 老唐我问你 十年前的水库车祸 有没有乘客 幸存下来 老唐闻言一皱眉 把手一摆说道 幸存个屁呀 你想想啊 路边里水库那么近 车子一跑起来 谁来的就逃生 都死得透透的 老唐见我 愣在一边 又接着说 兄弟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姓白的那个姑娘 跟你说六叔没死逃生了 你他妈可千万别信 我虽然不信老唐的鬼话 可是这事实在是有些蹊跷 最重要的是 关乎到白帆 你光说了别人一通 那你告诉我 你前几天晚上 为啥要偷偷地溜进小二楼 老唐闻言 瞥了一下 说道 你先别管我 为什么去小二楼 你要是实在不信 这么着 明天跟我去一趟唐蛙子 咱们去问问 现在这村里 还有没有六叔这个人 我闻言心里一沉 白帆让我去唐蛙子 考证六叔生死 这会儿老唐也让我去 唐蛙子考证 这两边怎么都这么有底气 我一咬牙点了点头 说道 行 我明天就跟你去一趟 老唐见我硬着 又喝了两中酒 约好时间和地点后 便小心翼翼地溜走 今晚与老唐的见面 真的让我大跌眼镜 他说的话 不能全信 但又让我感觉不无道理 我一直有心 道破他是第一任司机的事实 可是我最后还是没说 一来怕说了的话 自己会有危险 二来 我也想探个究竟 这么多人 这么多线索 老绕来绕去 这秘密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下午 我跟小六打个招呼 便按约定 坐车到了唐蛙子村 老唐戴着一个大口罩 头顶一个鸭舌帽 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 不知道还以为是明星下乡呢 上次跟老刘来唐蛙子 遇见了刘云波搞鬼的陪幕纸观 这里的村民平时坐车的不坐车的都已经认识了我 跟老唐在村里来回这么一走 有不少村民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们两个就六叔的问题随便听了几个人 结果让老唐大跌眼镜 每一个村民都说认识六叔 而且还说六叔就住在村里 我还特意注意到 老唐难以置信的眼神不是装出来的 六叔住在村里 那第二份档案袋里的死亡档案 就是假的了吗 这个消息 我还是乐意接受的 六叔没问题 白帆就没问题 我的爱情就没问题 老唐并不服气 又打听了一些人 可是无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全部都是一个说辞 村里的六叔确有其人 他骂的咋回事 这不可能啊 我们俩站在村口 老唐一边骂 一边把他那顶鸭舌帽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 不对 也许他们嘴里的六叔 跟咱们要找的六叔不是一个人 他们不是说六叔没死吗 好 咱们就去这个没死的六叔家里会一会 既然来都来了 索性就陪他玩到底 我没有反对 同意了他的提议 天见黑了 老唐为了掩人耳目找了个空房子 我们俩将就住下 期间 他说要出去打听 便出了门 我一个人躺在屋子里 回想着一天来发生的事 眼见为时 究竟村民口中的六叔 和我遇到的六叔 是不是一个人呢 正在我苦思的时候 咚咚咚 有人敲响了房门 我从炕上爬起来开门 是老唐 他把帽眼压得很低 焦急地对我说 兄弟 打听到了 六叔住在春虚头的一个瓦房里 你赶紧说实一下 我去路口等着你 说完 老唐就跟作贼一样走了 我闻言把洗漱用品打包 正在装着咚咚咚 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一边开门 一边不耐烦地说 我还没收拾完呢 打开门一看 把我吓得 炸了毛 六叔